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到一志峰大视频说 这一集也是我们和人机与人工思想神交的最后一个机会了 第一季的最后一个机会 那么从第一期开始呢 陈秋先生就跟我们分享了人工的一个观点 就是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护身符 也是我们这个文明延续下来的一个密码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信仰体系 支撑了我们这个民族几千年来的生命的这种绵延 那么我自己忽然就想到传统这两个字的这个解义 传就是要把自古至今的优秀的精华一代一代传下去 然后呢 统给它统领起来 这个呢可能就是传统这两字合在一起的意义 那很显然能传下来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教育 那我想请教一下春秋先生 人工对于我们中国下一代的教育 尤其在教育改革的这几年 这几十年有过什么观点 有过什么告诫吗 好 这个人工啊 他早年在北大北京大学当教授 后来呢 因为毛泽东毛主席的原因 成立世界宗教所 到了八十年代 八七年左右吧 这个时候的七十一岁左右 到了国家图书馆 人工啊 他对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 人才的培养 那是超出大家想象的 我这里边呢 有一个资料 人工呢 是经常参加 经常参加文经讲堂的讲课 文经讲堂 文经讲堂 他经常参加 有一次 有一位老师正在国家图书馆 文经讲堂讲课 突然发现人工就坐在那 当一个听众 人工就坐在那 我就坐在人工旁边 我和人工为啥接触很多呢 其实都在课堂上 他对教育非常重视 对人才 在咱们中国 可以缩小到北京吧 北京最大也是在中国也最大了 关于人才培养 搞教育 讲座 国家图书馆搞得最好 文经讲堂 文经讲堂那几个字就是老人家提写的 人工经常坐在那下面听 让讲课的老师突然发现了以后就没法讲了 他说人工怎么来听我讲课 因为都是他的晚辈 那么人工对人才的培养非常非常的重视 有一次 他的一个老学生八十多岁了 去向他请教问题 向他请教问题 人工就说 你还向我请教什么呢 你都八十岁了 还请教什么呢 你要由自己独立的思考 接着他就讲 他说今天我们中国的教育出问题了 就是因为有独立思考能力了 你都八十岁了 你还请教什么呢 你都够成熟的了 他说你都快熟透了 就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了 那么人工呢 给他的两个子女起名字 给别人是不一样的 因为教育是一个长期的 是一个百年庶人的过程 他给他的女儿起名字 任远 远大的远 任重而道远 他给的儿子起名字 叫任重 大家想一想 人工给自己的孩子起的名字 任重而道远 而他自己的名字 人寄予 也是被长辈赋予 寄成寒远 你想一想 他可以讲 人工在最清醒的时候 去世前最清醒的时候 留下来的最精彩的遗言是什么呢 任劳任怨 四个字 所以我说人工啊 真是人工 他是四个人啊 两个孩子 任远 任重 最后留下来的最著名的 最清醒的时候的语言 任劳任怨 四个人 虽然呢 为什么任重道远 为什么任劳任怨 就因为教育 培养人啊 太复杂了 太复杂了 老人家为了培养人才 到了什么程度 我给大家讲一下 他经常拿出自己的钱 让他的研究生 博士生 困难的时候 救济他们 接济他们 人工去世之后 这些学生当年被人工救济的这批孩子 写的回忆文章 才首次提出来 任劳从来不说 任劳经常这样 任劳为了培养人才 他把他的稿费 讲课费 自己不要 都给谁了 都给宗教所的放大了 他说国家的钱 有些事情不好报销 报销不了 就用我这个钱报销 让大家搞学术活动 他培养人才 有一个特点 就是用大项目 培养人才 在做中练 大项目 他的一个学生 他要搞中华大典的时候 这个大典 其中有一个点 要让他这个学生做 打电话给他 他去中说 人工啊 他说呢 你太辛苦了 我现在我也太辛苦了 我都80岁了 你都90岁了 你怎么还想着 用大项目培养人才 我都80岁了 我还有很多项目没完成 怎么办 人工说 我不管你怎么办 大项目培养人才 你也要用你这个分点 就是一个中华大典的分部 带出人才 他说我都80岁了 我都90岁了 还干 你也继续干 最后他的学生 要他继续说 不要再说了 我电话挂掉 就干了 他的另外一个学生 就是他的 他是个教育家 他培养学生 另外一个学生就讲 他说老师告诉我 读他的博士 三年不许发表表文章 必须要板凳 要坐十年冷 文章不写一级空 他要求非常严厉 我给人工接触 我都有体会 人工言语很少 沉默寡言 很严肃 真是有那种浩然正气 孟子的那种浩然正气 他如果你要犯 错误了 他认为是 不可饶恕的错误 他当场景指出来 我读了大量的 关于人工这样的文章 和别人写的回忆录 都普遍是这种看法 但是 他的心对你是爱的 爱的特别狠 所以很多学生 在人工面前 都会有点站立 打哆嗦 他非常严肃 岩石出高途 岩石出高途 所以他他培养了 这个用大项目 培养这个团队 可不得了 你看他搞的什么大项目 中华大藏经 汉文 藏文 下面还有续编 光这个中华大藏经 他就涉及到将近八亿字 你刚才你上面说是一亿字 那就是太少了 八亿字 中华大典 又是几亿字 他还是心调点击24时 负责人 我觉得人工是真正的亿万富翁 哎呦 他那个下的功夫 培养人才 他通过大项目培养人才 他为了培养人才 他爱才 爱的非常厉害 他经常观察 观察他周边的人 所以人工的 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他为啥大家喊他人工 有个原因 别人也喊 记忆记忆老男老啊 人工就有组织才能 他当了领导 在他身上 他可不是书呆子啊 他可不是纯粹做学问的人啊 他不是的 他做学问之大 那不用说了 他还有组织能量 非常大 他在搞大项目的时候 就发现 缺人才 那么为了人才怎么办 他做出一些明确的一些说法 他就建议 他说今天的这个人才培养啊 有三大缺陷 有三大缺陷 第一个大的缺陷 今天的人才培养 缺乏做人的教育 没有做人的教育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缺乏爱国主义教育 学历史太少 他说呢 要想灭一个国家 首先灭他的历史 灭他的历史就不会爱国 这就是日本人和英国人的 在殖民其他国家的时候 做的用的手段 做的用的手段 他说呢 这个学历史太少 第三点 第三点是他特别宽重的一个缺乏创造力的教育 就创造力的教育 在这个方面 他认为北大滑坡了 他曾经在文章当中 北大的校庆的时候 他写文章就是北大滑坡了 他说北大滑坡不是光北大一个学校 他说中国的这个学术界 普遍现象滑坡了 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 他就提出来 为啥滑坡了 原因 他就讲 他说今天呢 就像蒸包子蒸馒头一样 沙大一 那个啥 一笼一笼的包子 一笼一笼的馒头 今天的大学都是一出 出一大锅包子 出一大锅馒头 长得一样 大小都一样 标准化 标准化 批准化 他说这对中国的发展 培养正常的人才 还可以 但是要培养那种尖端的人才 出不来的 他就说建国几十年了 为啥不出那种天才级别的人物 大人物 他说我在 他是新南联大 就这么短的时间里边 培养了这么多院士 这么多大士 那清华大学 在解放前 清华大学 也就是二十多年历史 为什么出现了 清华学派 出现了这么多大士 而我们建过几十年了 比清华大学建国之前多了几倍 为什么培养不出来 他就说我们教育出的问题 在这个时候 他就给国家提了一个建议 国家博士选拔制度 他提出国家博士选拔制度 要按照古代的书院的模式 书院的模式来培养人才 老师给学生 老师给学生互相讨论 教学向掌 那么国家呢 如何选拔人才呢 在书院的基础之上 建立一个国家博士选拔制度 国家博士选拔制度 他说这样的话呢 把高考的独木桥解决掉 把高考的独木桥解决掉 他讲 我们今天从幼儿园开始 搞灌输 一个进的灌输 没有学生自己的时间 学生没有自己的爱好 出来都是一个模样 这样的收获的人才 规格整齐都是中等人才 无法得到灵异秀民的 尖端性人才 这是他提出来 他说在这么个情况下 现代的教育 舒服了 这种尖端人才的成长 他说在这么个情况下呢 一定要搞这种 国家博士选拔制度 让大家按照自己的爱好去学习 国家呢 在选拔 根据这个选拔 把那些最尖端的人才 通过这个新的制度选拔出来 靠自学选拔出来 他说他带博士怎么带 跟别人不一样 他说别的带博士 都让大家没有时间整天上课 他说我不让 他说我就是列书目 订论文 订大项目 来做 其中他一个学生 要研究印度服教 他说你不行 你研究不了 他说你的 帆文不行 印度的古语你都不会 你怎么研究 他说我只培养一流人才的地方 我不培养二流人才 实际上 中国今天的教育制度 培养了制度 培养的是二流人才的体系 在人工面前 一流人才的制度 还没有建立起来 最近咱们国家 刚刚公布一个 教育制度改革新的文件 新的文件 那么这个新的文件的制度 可以说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 国家会走向更好 会建立一个新的教育制度 就是为中华民族的 未来的教育 培养尖端性的人才 要有民族灵魂的人才 所以人工在教育的思考 就在这个方面 好 明白了 人工刚才这段话 让我 我想也会 再次唤醒大家 对于钱学生 钱老在迷流之际的 那个 非常让人回味 并且到现在还得不到 明确答案的疑问 就是国家领导人 去探望钱学生老人的时候 他就说 为什么 就是到了这么多年 中国没有出现大世纪的人物 就诺贝尔讲的这个人才 一般在我们的教育体制当中 怎么就生不出来呢 那么人工刚才所讲的 这个原因 和他 他自己带一流人才的 这样的方法 以及他接续 中国传统的书院式 讨论式 自学式 这样的一种人才的生成 是培养一个国家的 叫灵秀 一级人才的 高级能力的 应该讲是唯一的方法 并不是标准化和批量化的生产 二三流人才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那么非常感谢春秋先生 跟我们在教育改革和教育思考 这块人老的 人工的这样的一个 人工的这样的观点 也非常期待 在关系到我们下一代福祉和国家 向上走向强走的 这样的一种方向性 方向性上我们对人才储备方面 所应该走哪条路 人工的这样建议 应该是对我们的决策者 应该是要有很大的一个 叫警钟之力 感谢大家来收看这一次的 一致风大视频说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